凤凰每周快信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2024年美国大选注定载入试册 78岁高龄的特朗普 以罪犯身份参选 哈里斯则以女性和少数族裔身份角逐 两人竞选投入的金额之高 创下记录 AI对信息传播的深远影响也引发关注 同时参众两院面临着双双一手的可能 共和党有望夺下参议院 民主党则有望掌控众议院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在家乡特拉华州一个票站 完成了本次大选的提前投票 拜登跟其他选民一样排队 等待了约40分钟 期间还帮助一名论语妇女进入票站 拜登投票后被记者问到 这是不是苦涩的一刻 因为几个月前他还在选票上 拜登表示否认 他相信民主党能够赢得选举 被问到没有花很多时间为哈里斯助选 拜登强调自己仍需履行总统职务 拜登投票后跟记者闲谈 批评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前一天在纽约集会上的讲话 又批评亿万富翁马斯克的派遣计划 认为这并不恰当 弗吉尼亚州周一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干预 仍使他们从选民名册中删除约1600名 被认为是非公民的人 共和党籍州长杨金八月发布行政命令 要求每天检查交通部数据 以确定非公民身份取消他们的选民登记 地区法官上周裁决 这项计划违反了联邦法律 在选举前90天的静默期 系统性的清除选民 州政府提出上诉 遭联邦上诉法院驳回 三名法官一致裁定 没有证据证明被清除的人是非公民 下令恢复他们的选民登记 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律师周一在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要求在周二前干预 并惜法尼亚州废城地区检察官周一提起诉讼 试图阻止由亿万富翁马斯克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向摇摆州的登记选民派发100万美元 民主党籍的费城地区检察官克拉斯纳 向马斯克以及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提出这起诉讼 据派遣计划是非法彩票 又使宾州居民分享个人数据 违反了州消费者保护法 玷污公众对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权利 马斯克于周六在宾州宣布了第八位100万奖金的获奖者 并加倍承诺 将继续向已签署请认输的摇摆州登记选民提供奖金 美国司法部此前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信 警告派遣的行动可能违反联邦法律 密歇根州州务卿乔斯林本森 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在首两天现场提前投票期间 超过25万名选民已投票 超过150万密歇根选民提交了缺席投票 本森表示目前该州24%的活跃注册选民已完成投票 本森还分享了密歇根州提前投票者的部分人口数据 近三分之二的邮寄投票者年龄超过60岁 而提前投票的选民中 61%的年龄低于60岁 13.5%的年龄低于30岁 此外截至目前密歇根选举的投票者中 55%为女性 44%为男性 距离美国大选决胜投票日仅剩一周多的时间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与伊普索集团 27日联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略微扩大了较共和党对手特朗普的领先优势 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大选约有51%的全国潜在选民会投票支持哈里斯 而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为47% 与本月初的同意民调相比 哈里斯扩大了领先优势 而在所有登记选民中 哈里斯的支持率则以49% 对特朗普47% 仅领先两个百分点 有分析认为 这意味着哈里斯的支持者投票率越是增加 哈里斯的领先优势就越大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麦当劳27号表示 经检测汉堡中的牛肉饼不是大肠杆菌污染源 因此将于本周恢复销售此前暂时下架的汉堡产品 但会去掉目前被认为是污染源的生洋葱片 美国食药局认为 来自单一供应商的生洋葱片 可能是大肠杆菌污染源 而麦当劳已经证实 总部设在加州的农产品公司 泰勒农场是涉事洋葱片的供应商 这些洋葱片来自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工厂 泰勒农场日前表示 他们已主动召回从这家工厂发给客户的黄洋葱 并正继续配合多部门调查 此前13个州份突然爆发大肠杆菌感染疫情 共有75名患者 报告称症状出现前曾使用麦当劳 麦当劳因此下架受怀疑产品送检 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警方表示 周一凌晨两州的投票箱遭到纵火 目前尚不清楚这两起纵火案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首席事件发生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 一处投票箱被放置燃烧装置后点燃 警方于凌晨3点30分接到火情报告并迅速处置 莫尔特诺马县选举部门表示 安保人员及时灭火 但有三张选票受损 将联系相关选民重新投票 而就在这起事件发生大约半小时后 华盛顿州温哥华市警方 也发现一处冒烟着火的投票箱并成功灭火 当地爆炸物处理小组清除了可疑装置 目前FBI已介入调查 尚不清楚选票的损毁程度 昨日下午一处位于洛杉矶县天璞市的住宅 发生火灾 三名男子被发现死于屋内 案件现已被列为凶杀案调查 并拘留了一名涉案人员 洛杉矶县消防局称 火灾发生在下午5点前的 苏尔塔纳大道6000号区段 消防员在半小时内扑灭火事 但最终在屋内发现三具男性遗体 暂不清楚死因 另有两名男子在屋外被发现 他们手臂烧伤并已入院治疗 洛杉矶县警局表示 另有一名屋内住户主动接触警方 且仅会说中文普通话 目前该64岁的男子被认为是纵火嫌疑人 警方尚未公布更多细节 初步调查显示屋内住户围是有关系并非亲属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苹果公司周一发布一项免费的软件更新 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iPhone16系列 此次AI升级旨在让苹果的虚拟助手Siri 变得更具对话性更灵活且更生动 新软件更新包括多种AI功能 可处理写作和校对任务 总结邮件及文档内容 并提供多样化的照片编辑工具 方便用户修改照片外观及查找旧照片 此外苹果还宣布更新后 部分AirPods无线耳机可作为助听器使用 美国国家聋亚及沟通障碍研究所估计 12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1%存在双耳失聪问题 影响大约3000万人 但因价格过高等原因 大多数人从未使用过助听器 最后来关心一下股市 美国股市上周走出分化行情 总统大选前夕 投资者先行从高位获利 使大盘受到估压 不过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业绩 好过市场预期 推动纳斯达克指数走高 本周将有多项经济数据发布 当中包括周二发布的9月商品贸易账 11月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周三公布的则有10月ADP就业人数变化 和第三至GDP出值 9月核心PCE物价指数会在周四发布 而失业率非农就业人数变化 和ISM制造业指数则会在周五出炉 另外科技七雄之中的五家企业 包括谷歌母公司字母调 脸书母公司Meta 微软苹果和亚马逊 本周都会公布业绩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消息 继续锁定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小师 感谢收看 再会